重點一天三餐 其實早餐真的是可以 最亂吃的 對 對身體的負擔 而且你就六七點 對 因為一整天 要消耗嘛 對 一整天要拍戲 要工作等等 但是還是有幾個地雷 很多健身的人 其實他真的在健身的過程中 都keep不住自己的飲食 但是 但是所謂的keep不住 不代表吃得少 他吃得還是很多 但是他知道吃一口 然後搭配運動 所以其實線條都出得來 那只要他一當停了運動 飲食又開始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 真的胖的 會比一般人來得更快 因為他的胃口還是這麼大 所以他吃的東西 沒有搭配運動的話 其實很快就展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剛剛你們提到說 拍戲吃這樣 也算是另類的職業傷害 因為其實真的就是 沒辦法 劇組就準備這些東西 可是那麼早六七點吃還好 對 其實瓜哥講的一個重點 一天三餐 其實早餐真的是可以 對 身體的負擔 而且你就六七點 對 因為一整天 有消耗嘛 對 一整天要拍戲 要工作等等 但是還是有幾個地雷 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沒有重 這三個是非常常見的 大家常吃的組合 第一個就是 很多上班族為了求快 他可能便利商店 麵包店 就隨便抓一個麵包 配一個蔬果汁 就一個組合 很多人說 因為很多上班族他知道 他可能午餐晚餐 吃不到蔬菜水果 或者是吃得不夠 所以他們常常會習慣 早上我就喝一杯蔬果汁 但是往往水果的量 比蔬菜多非常多 對 所以其實這個組合 你不要看喔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一個麵包 一個蔬果汁 它的熱量也快接近800大卡 那第二個組合更常見了 對 就是四位幾乎都有種的 就是西式的早餐 就是像三明治 麵包 漢堡這些 一個豬排漢堡 搭配一個紅茶 像蘿拉 它就是搭配奶茶 可能熱量會更高 就接近700大卡 那第三個 中式的早餐 像煎餃 蘿蔔糕 或者是這種油條 燒餅油條這種 炒麵這種的 對 其實它的熱量也接近800大卡 尖角很可怕 但是它的熱量藏在哪裡呢 第一個 組合麵包加上果汁 它的熱量主要來源就是糖 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它幾乎沒有蛋白質 麵包 可能菠蘿麵包 蔥花麵包 它基本上沒有蛋白質 然後蔬果汁也沒有 所以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一天三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早餐是距離前一餐 空氣時間最長 對 那這時候你一下子吃這麼多 大量的精緻的這些糖分進來 你可想而知你的血糖 一下子就像雲霄飛翅的 然後接下來刺激大量的 胰島素分泌 胰島素是我們體內幫助 什麼叫合成 合成肝糖 合成脂肪 都靠胰島素 所以當你血糖一下子 飆太高的時候 胰島素大量分泌 就合成脂肪 長期這樣用糖尿病 對 所以其實第一個組合 最NG的就是它 大量的糖分 第二個組合是 恐怖在哪裡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很多西式的早餐 像是剛剛提到的小熱狗 餅腿 培根 豬排 對 幾乎都是加工 那我們都知道 這些加工的肉質品 真的要少吃 先撇開來 它的熱量不說 它光加工這一塊 其實對我們的腸胃道 傷害就很大了 第三個中式早餐 很多人也喜歡吃 它其實隱藏的是 其實就是主要這些 這些聽起來都還好 但是有沒有發現 有一些有內餡 然後有一些油條 是直接在油鍋裡面炸 就像剛剛薯餅一樣 內餡裡面就都是油 對 然後外面在煎 對 一咬那個湯汁 噴出來 那個全部都是油 對 其實 像澱粉的這些東西 一定要跟油保持距離 還有飯糰 所有的飯糰不是便利商店 那種三角飯糰 是一般傳統的飯糰多油 那個吃完 那個袋子 整個全部都是油 還有肉鬆 對 所以其實那個就是 中式早餐 比較需要我們去注意 隱藏在裡面的油脂